提到了说不要做容易的事情 不要做重复的事情 不要做旧的事情 不要想着再用旧的路径 然后获得新的成功 因为大家知道每一个行业 它发展是有生命周期的 如果你往之前很多年 可能它是制造业 再往之后很多年 可能它是互联网 那再往之后的很多年 它可能要换一个领域了 所以我们这一批人 走向社会感觉到机会变窄 可能感觉到基层被固化 那是因为我们按照这些教育 和观念的梳理的这种灌输 全部是沿着过去十几年 旧的方式 对吧 惯性 我们是沿着路径依赖的 我们是期待进入一家 彭博向上的互联网公司 日夜奋战 等它上市 那种 或者是我们期待一个 传统的金融行业 然后它依靠着一些 传统旧的模式 有时候可能是一页信息差 然后一页暴富的事情 但是大家也发现 随着社会越来越进步 其实消灭这些 就是人类的进步 是消灭不平的 和消灭信息差的 所以你原本依赖的 成功的那些路径 现在不适用 所以不是说我们不成功 只是说 我们需要换新的方式去成功 今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 对不起 请原谅我在第一次 面临这种话题的时候 也一时有一些语色 我前半段确实比较难受 然后这本书看完之后 前半段 你觉得是悲痛的 那种悲痛是正常的 我们内心的那种感伤和痛苦 是源于对一个美好的生命 他如此的勤奋 如此的刻苦 如此的自律 又如此的恰风其失的时候 然后遭遇这一切悲剧的一种 正常的生理反应 那是正常的 但是这本书 你看到后半部分 你又会燃起像现在蔡老师 身上所展现出来 这种英雄式的领袖式的 这种自信 他不是晚格 他是高格 他不是悲壮 他是辽阔 所以我在这写 刚才讲的几句话 就已经说过 第一个叫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口 我们不要过度地去 self pity 刚才老师提到了 不要躲在家里 自怨自疑 当你觉得命运 在只针对你 说麻绳专挑戏处断 然后厄运专挑苦命人 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 你就没有被疾病打倒 你先被自己打倒了 当你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 你不停会回到自己 甚至可能会回到你的家庭 和你生活中原来有所有的样子 所以这句话实际的意思 不是说老天爷不在乎你 是老天爷对所有人都一样 你的认知很大成的 会成为你进步的一个阻碍 当然我们也记住了第二句话 就是我们的哲学里头 也充满了古希腊一样的 这种自我战胜 天行剑 君子当自强不息 这个自强不息 过去是自己的学业 后来是自己的事业 现在是并魔的斗争 相信一定会解决它 时间早晚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们终将走向毁灭 因为从理性来说 现在人类的寿命是有限的 我们终将走向毁灭 只不过是早晚问题 所以大家就听过 那个向死而生这个词 是有一个日本的导演 后来提出的 但是面对死亡的态度 差异决定了你 就是有的人面对的时候 可能是悲伤害怕 痛苦流涕 藏在角落里 自怨自意 拒绝别人的接触 而拒绝投入心声 然后让所有人 都为你感到揪心 然后在痛苦中死去 也有一种是搀扶着 相信着 鼓励着 温暖着 坚定着 然后用更大的意义 来成就自己 第三个我写的说 相信不是盲目乐观 因为我特别害怕 今天晚上我们采访的 前半部分给很多朋友 造成误解 因为我相信 镜头前会有很多的孩子 我们直播间 跟其他直播间 那个最大区别 就是很多学生会在听 这些孩子们 我特别想把 第三句话说给你 就是蔡黎老师 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相信 它不是一种盲目的乐观 不是说 没有任何事实作为依据 然后自嗨式的一种幻想 不是的 它是基于技术 理性 科学之后 产生的一种判断 因为我刚提到了 人类在过去 这一百多年里头 见证了很多的不可能 以前人觉得上天飞不可能 后来人告诉你高铁 你也觉得不可能 三百多公里每小时 谁会相信 对吧 甚至你再往早点说 二维码支付 那时候小偷还苦练 加钱包呢 他有一天想到 消灭自己的身二维码嘛 人类到现在为止 所取得的 几乎一切的成就 都难以想象 人类在第一次 驯化小麦 收获粮食的时候 他也没有想到 玉米和大豆会被转积 所以 这不是盲目的自信 这是基于 现在技术之后 产生一种理性的 准确的科学式的判断 不是因为看见 才去相信 虽然大部分人 确实是这样子的 只有白纸黑字的看见了 才相信他是真的 只有看见了 上一代人的模样 他才能成为这样的人 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被环境所规训 被榜样所影响 但是有极少数的人 他们心智坚定 然后心怀理想 极其热血的 他会因为相信 把事情变成真的 最后让其他人看见 他是上帝意志的 一个招式者 他会把很多 传说中的东西 变成现实 希望我们都是 前赴后继的那一个人 我后面还写了一句 说黑夜终将过去 我们终将胜利 如果大家知道 一个歌剧的话 这是一个歌剧的结尾 托兰朵的结尾 黑夜终将过去 我们终将胜利 保持清醒 保持乐观 清醒是对技术的判断 乐观 是对自己的相信 Not self-pity but self-confidence 不要自怜自意 而是坚定向前 感谢大家